超增就不等於盈餘 這點概念我們現在先搞清楚 而且超增就是 比你所預估所編的值 還要再高出來 可是不代表國家就是賺錢 我們從過去到現在 我們國家目前為止 所背負的債務 將近達到5.3兆 這個是從長期以來的 所以我們來看看蔡總統 這樣的政策到底合不合理 首先他特別提到說 這兩年經濟大好 對不起 我們國家已經超增 非常久了 請你不要忽略了102 103 104 105 馬政府時代 那個時候就是已經超增了 可是超增當有很多民間的聲音說 我們應該還稅愚民的時候 那時候的財政部是怎麼說的 他說我們要先還債 各位聽清楚了 我們要先還債 因為我們已經債務欠的非常多了 你不要看今年 今年我們的稅出 加減掉稅入 哼哼減減的 我們基本上就已經是負債93億 你更不要說我們法定 要攤提的780多億 所以加減當中 其實一年當中就是1000 剛剛秀琳所提到的 將近1000億左右 你這不還包括了前瞻裡面的 我們關閉我們的治水 還有地域的預算 也都超過1000億以上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我們欠的債 所以你要知道 從過去到現在 我們平均下來 我們一個人目前為止 都還背負的將近23萬的債務 所以有這麼多債的狀況之下面 我們怎麼可能有錢 省了這些400多億的超徵的錢 怎麼可能就這樣給他花掉了 如果政府這麼多錢的話 年金改革的時候 你不斷不斷在叫窮嗎 我們在做到很多事情的時候 政府不是說我們沒有錢了嗎 所以這些錢到底是怎麼來用 我再一次的強調 從馬政府時代我們就有超徵 只是那時候考量 全國的整個的稅務 還有我們的債務的這樣的平攤平 所以我們從來沒有人說 要把這些稅變成現金 發放給所謂3萬以下的 這些的人民 而且3萬塊是經濟弱勢嗎 很多時候我一個人是3萬塊 可是有很多人是我一個人賺5萬塊 可是我要養一家人 所以你到底怎麼樣來去算 這樣的算法到底公不公平 而且我們再來看 我們今年的超徵是來自於什麼 銀鎖稅 還有我們的遺證稅 還有燕酒稅跟房屋稅 光是這個所謂的證鎖稅來看的話 以前從17%到目前提高到20% 光是這一項就超徵了630億 你有沒有覺得 這個是這樣的一個提高 有沒有合理 所以你好像是把這個 鵝的毛拔得太多了 你現在該怎麼辦 你把這邊超徵了 然後把這些錢還來給這一群人 從這邊來然後到這邊去 你到底這樣子的 所謂的公平正義是符合的嗎 我們只是再一次的強調 從過去到現在 我們其實在很多年度裡面 就有超徵 但超徵不代表盈餘 公司除非你真正的賺錢 你才會幫忙鼓勵紅利 分給員工 如果你沒有的話 只是透過數字 而在國家 這麼樣的危難的狀況之下 過去的政府不敢做 為什麼你敢做 原因就是過去政府知道 我們還是要還債 而你現在特別是選錢 你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完全無視於 無視於我們過去整個的 財政經濟的一個平衡點 你卻要發這個所謂的400億 然後讓這些人來受賄 我個人覺得幫助弱勢很重要 可是這種方法 有沒有買票的嫌疑 而且弱勢不是你一下之間 給你多了1萬塊 你就有辦法徹底解決這些問題 這是短線的 當每個人只要是一個短線的時候 就會想到 你是否是在有買票的嫌疑 如果不是的話 為什麼過去政府不買票 你現在要來買票 所以這個完全都是 因為選舉的考量 我覺得這對弱勢 他對整個台灣經濟的體現來說 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蔡政府絕對是在用這個方法 透過發紅包的方法 決定就是要來買票 這點是我們要嚴重的質疑的 消費券2009年 好 觀眾朋友 那個時候的基礎跟價錢 雖然說從經濟學上來講 它不算是太成功 可是當時在那個氛圍之下 是有促進了很多餐店的消費 我們今天看到這麼多例子 包含新加坡 澳門 香港 如果這是國家的政策 那沒有問題 在立法院大家通過設計制度 如果說我們要照顧弱勢 那更沒有問題 但是照顧弱勢 是要設計這個社會的福利制度 社福的制度 我們要如何照顧弱勢 有些人他可能看病不用錢 或者是念書不用怎麼樣 或是不用繳稅 那是社會制度 可是今天所提出的 消費券跟這個很簡單比較 大家看一下 這是消費券 我相信觀眾朋友 如果有拿過的人都知道 我跟大家報告 2008年的時候 對 都有 如果說我們的觀眾 可能是小學生 我們的小學生也看這個政 好 大家知道2008年的時候 馬英九當總統 他剛剛當總統 就遇上了金融海嘯 所以2009年的1月18 那個時序很重要 2009年1月18就發了這個 大家看 他1月18發只能又到9月 而且這一年沒有選舉 到第二年 就是2010的11月27號才選 9合1 也不是選總統 所以他不是為了說 我今天增加大家對馬英九的喜好 我怎麼樣 我現在不是說幫馬英九想說他很棒 這個東西也是見仁見智 但至少他是齊頭式的 人人都有 而且跟選舉無關 對 我現在跟你講 他跟選舉的時間差這麼久 真的有刺激到一些消費 你可能會覺得說 他離選舉那麼久之前發都有效 因為後來選舉贏了 我現在更近是不是更巧 所以我們才覺得說 這個選舉 這個事情跟選舉的可能性連結 感覺會很高 因為你今天如果要照顧弱勢 你就應該要立刻由行政院提出一個 如何照顧這些弱勢 然後到立法院去 擴大照顧弱勢發案 而不是說發這個 那就像講為什麼去年沒有發 明年可能也不會有 今年要有 這就是我剛剛所提出的就是 你要發一次性 要有一次性的目的 馬英九當時的目的不是說增加選票 因為那時候根本沒有選舉 他是希望能夠 大家是不是口袋裡面其實有錢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都不想花錢 不敢花錢 就弄了一個方式逼你花錢 因為你9月30之前一定要花掉 要不然你就沒有了 我可能多花了300 500 就變成是一個消費 短時間的刺激消費 對 我們這個也是短期間的救助弱勢 短期間的救助弱勢 發了這一次 這個是政策工具 但是證明說蔡總統 這兩年多的平經濟是失敗的 他只要用這種方式來發 平經濟失敗 怎麼會有這麼高的 經濟成長的紅利可以分發 他算錯了 這個不是 這就不是 這只是我們的操徵 如果平經濟成功就不用發了 我再補中一句 剛剛孫陽軍講的 年金改革是去年選舉前 一個很大的事情 軍公教都覺得被剝奪 當時的理由就是苦民所苦 大家這個動體時間 因為我們財政非常困難 財政非常困難 突然拿出400億來發 這個基本上邏輯是錯亂的 基本上這個事情 我相信觀眾朋友一聽也大家都懂 還有從去年到今年 發生什麼重大事件 沒有 他只是稅收超過了 不是說財政已經不困難了 所以這樣子更會有剝奪感 去年因為年金改革而沒有辦法 拿到他們應該拿到的 這些年金的人更會覺得 這根本就是一個 邏輯混亂的一個政策 照你們這樣子的想法 什麼事都沒辦法做 他是利益良善 他認為這個經濟紅利 應該立刻快速的 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 回饋給我們國民 他的想法是這樣 所以我認為做法 就應該簡單明瞭 去掉那一些繁文入結 10年前馬英九消費券的時候 大家你們沒有這樣評論 你們大家一片歌功頌德 馬英九的消費券叫做端豬牛肉 蔡英文要回饋經濟紅利給全民 你們說這個叫做討好買票 很奇怪 兩個標準 第二個我的看法 我認為既然要把複雜的問題 簡單化不要繁文入結 我認為最直接的 最沒爭議的就是 我們有一千萬 壽星階級跟勞工 一千萬同胞 這一千萬人 四百億一個人四千元 這第一點很簡單 因為這樣子大家差額不大了 第二個 你可選擇領或不領 你可以不領的部分 要偉由政府來做長照 幼教 或者其他捐助社福團體 政府把它盡量簡單化 表格一個簡單化 你也可以勾選由政府 去到各自的專案的基金 去讓政府做 你也可以選擇自己領 領了以後 你要拿去消費也要 或者你要接濟其他 項目上沒有的基督教醫院 或者你的親戚的小孩 這個人的選擇 我的意思就是說 政府不要康人民之侃 因為這一個人情 我們就是要還給全民 努力的社會大眾 一千萬辛苦的勞工 跟壽星階級 每個人都有份 即便誤報的有財產 阿伯大富翁阿伯弄成 也是這一千萬壽星階層之一的 我們不管 沒有那麼多人力 再去處理這些 不必這麼複雜 四千塊而已 各自要做 我們拿到了要不要做好事 個人 要做好事也是個人的人情 如果照剛才你們的經濟理論 我跟你講 台電跟中油 現在開始30年都不能發年中獎金 都不應該發任何獎金 甚至要追溯他們前30年的獎金 不是嗎 他們累計虧準都幾百億 所以你們說我們負債 十兆 八兆 幾兆來講 你就說有負債這麼多 那就是我們有超收稅金 那不應該再去發放 這個道理就跟台電中油 你永遠 以後那虧錢的公司永遠 老闆都有理由講 不能發放獎金 其實事實上不是這個樣子 蔡英文總統的這個看法 我認為既然利益良善 我們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 要政府不要再做資軍 做資師 政府不要動不動 一點點錢而已 這個我覺得不必那麼多討論 為什麼 你如果再繼續討論下去 我們社會起碼的同情心不見了 你像比方說 傳出說要給300萬 比較低收入的 中低收入 3萬月薪以下的 對 3萬 大家就討論 給3萬塊以下 月薪3萬以下的 大家就討論 就只給 我3萬1千塊怎麼辦 對 給這300萬人了 大家你看 這不好 本來我們社會有同情心的 我們高收入高所得的 中收入中所得的 對 比我們低收入的 本來我們抱與同情 我們也希望幫忙 結果經過這樣的討論 我認為社會之間彼此的同情 互愛互聯的這樣子 我認為蕩然無成 我認為不要 我認為政府既然要做 有一點比照消費券的方式 但是限縮於這1千萬 勞工跟壽薪階層 這是有繳稅的 是這意思嗎 不不不 1千萬裡面也有很多沒繳稅 有申報他不必繳稅 我的意思就是說 勞工跟壽薪階層 不管薪水多高多低 這1千萬受僱者 那一人4千塊 你拿去你要自己消費 或者你要捐助 或者你委由政府的基金 怎樣去做什麼好事 那都你的權利 沒有 發給你之後 你要怎麼使用 就是你的問題 政府不要做資君 做資師 沒錯 王妍的方式 其實就講到一件事情 叫做公平性 在經濟學的稅法章裡面 講得很久 我收稅有幾個原則 第一個 我收這個稅 還是要考慮到經濟的發展 第二個 我是收資平衡與否 第三個就是公平正義 你發出去也要考慮到公平 他現在是全部都有 所以就滿公平的 所以說當滿有時候 發了850億的消費券 那是全部人都有 你只要有中華民國的國際 不分年齡 不分性別 全部發 那至少有公平性 同時我要考慮到 我發出去這個錢 我對我GDP的成長的影響是怎麼 你這個裡面 完全沒有談到這些東西 又不公平 當然被人批評 我要補充一下 這個馬英九時代 發消費券的背景 跟現在完全不同 民進黨蔡英文一直說 現在是台灣經濟最好的時代 最好的時代 但是他要發錢給大家 馬英九那個時候是2011年 全球經濟風暴 那個經濟所得成長率是負的 他當然希望刺激 國內的消費 他當然想刺激 對不起 請等我講完 再來就像司剛講的 你竟然要發藝人4000塊 壽星階級才有公平嗎 公平嗎 你不要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講 就是說你第一個 你有很多家庭主婦 他拿不到錢 他可能這個家庭所 總所得並沒有很高 但是他先生有所得 我用一個邏輯來講 如果說這個稅 400億都是這些人繳的 罰給他OK 但是你要知道我們中華民國有十六七種稅 你可能考慮到說 我的中和所得稅 剩下的400億發發 就是我小稅 可是還有營利事業所得稅 還有關稅 還有貨物稅 換句話 創造這400億的剩餘 並不是只有工作人 他才有 他的努力 其實他沒有工作人 他也有可以創造這個結果 勞工階層比較辛苦 所以這個時候退稅 不管你稅的來源是什麼 就是退給勞工就對了 他這是一檔 合中方案 我說的簡單 我們不管怎麼討論 馬英九也好 蔡英文也罷 好過柯文哲 我為什麼把柯文哲講進來 因為網路上竟然有人在討論 柯文哲幫我們市民 省下來的錢拿去還債 有一點他說謊 這不是他的功勞 現在大家扯明了 當時三年前我已經跟他講 三年前 兩年前 一年前 我每次都跟他講 我都跟他說 這一些是超收的稅金 因為104 105年 我們預計要房地合一 所以增值稅 契稅那些大幅增加 還有富邦鼓勵 現金鼓勵有多分 所以我一再跟他講 這是超收的稅金 就跟現在遇到的情況一樣 可是現在的小英總統 遠遠優於柯文哲 柯文哲是說謊 他用說謊來欺騙年輕的朋友們 說是他幫大家省錢去還債 但是小英講明了 講明了第二點 小英利益良善 既然利益良善 就是說我們辛苦的勞工跟受薪階層 我們這一千萬人 很簡單明瞭 分下來四千塊錢 就算有差別 差別不大 大家不會去計較這個 各自拿去做各自想做的事 我覺得最快的方式 你要做善事也好 你要自己消費也好 你要委託政府做善事都可以 好 昨天最簡單的方式 每個人都可能受賄的方式 我覺得第一個最快就減稅 因為馬上要報稅了 五月份要報稅 每次報稅的時候 大家對於中華民國政府 就很多的 你說每個人可以少報四千塊 對 至少跑報四千塊 減稅 那也減百分 一個% 可能他的效應 對每個家庭很大 第二個 年金改革 民進黨政府說 可以省多少錢 200億 一年省著 未來可以省200億 就400億 就完全把他弄掉了 這對一些年金被砍的人 他心裡面怎麼想 原來這400億是砍我的 所以當然你這個計畫下去之後 沒有一個人覺得很開心 因為大家都覺得說 這個部分 我既然也沒有可能達到好處 再來我所得的稅坦白講 也沒有回到我身上 其實很多的網路是這樣的聲音的 你不要扯柯文哲 那個會扯太遠 沒有 我就把話講清楚 沒有 我要講一下 因為他藉由這種 超收的稅金還債 他先前 他已經騙了我們三年多了 騙整個社會 我覺得我們今天這個討論很好 可是大家冷靜去想 我說的方案 那是差異性最小 而且最普及 你說這四千 那用來抵稅 亦可 亦可 所以我們今天的討論 至少贏過行政院會 總統真的是打蛇誰棍上 就像剛剛輝文講的一樣 他告訴大家 我一定要拿到總統大選的門票 所以他現在非常積極的在出招 他這六天已經發了20篇文章 其實非常非常厲害 他其實就講這句 台灣絕不會接受一國兩制 絕大多數台灣民意 也堅決反對一國兩制 他又發出了一個新名詞 這是台灣共識 反正台灣價值之前賣得不好 現在台灣價值不賣了 我們現在敢賣台灣共識 就是這樣的一個意思嗎 結果這個一出來之後 果然受到非常大的好評 網路上一堆人幫他按讚 結果他馬上就推出所謂 多國語言版本的反對一國兩制 包括英文 西班牙文 日文 越南文 藏文 法文 俄文 泰文 波蘭文 然後他還要求說網友 你們願意的話 也可以來自動來幫忙補充 目前已經到了29種語言 問題是 現在已經有非語言版本了 有語言版的 比如說古文版的 謝琴文字版 蘇美人也要幹得懂在一起 古埃琴文字版 古埃琴也要來贊成 我們反對一國兩制 對 然後皮卡丘版 在動漫世界絕對不能差 現在這麼多人要抓寶 抓這些東西 皮卡丘版 你幫我們翻譯一下好不好 是 這個皮卡皮卡 皮卡皮卡 就這樣子 這個我也很難翻譯 這個只有皮卡丘 才懂他在說什麼 對 然後只有講這兩個 我們被10萬電集給電到了 然後當然寵物 寵物也是我們的生活好伴侶 所以蔡翔翔擺也出來 有喵喵的 對 喵喵 這些狗狗全部都要懂 有一個人 就在這一波之中受創滿深的 第一個是誰 第一個就是柯文哲 柯文哲當時的反應就是說 做事情我覺得還是要看長期趨勢 股票也有一日行情 坦白講兩岸如果叫牌越叫越僵 我還是比較擔心 結果他講這句話說 被網友罵翻了 整個他說你怎麼可以講 我們蔡英文總統 只有一日行情 這比喻不倫 然後把他劈啪罵了一頓 但是我比喻說 其實柯文哲講的是對 因為這兩天蔡英文的聲量 已經往下掉 現在又是韓國瑜第一 所以我覺得這個 所以29種語言不夠 還要繼續增加 可能要發展火新聞才夠 另外一個中槍的是誰 就是我們的蔣萬恩委員 難道他也要選總統嗎 蔣萬恩委員基本上 是被貴節目害了 因為他就在貴節目上直接講說 可以接受蔡英文總統的四個堅持 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 聽了習近平的談話 尤其他對於九二共識的定義 他當然是沒有辦法接受 結果這句話出來之後 藍雲一大堆人開始罵他 罵他你數點望主 你連你自己祖宗都不要 你怎麼可以講這些話 噼啪把他罵了一頓 那其實呢 九二共識很快就已經發了聲明說 他其實是反對一國兩制 但是他也不會接受 蔡英文總統所說的 台灣從未接受九二共識的說法 實際上台灣怎麼可能 沒有接受過九二共識 因為在馬英九總統執政的八年 我們不是一直 大家都是用九二共識 來保持兩岸之間的溝通的嗎 所以在這一波蔡英文上漲的趨勢當中 柯文哲跟蔣萬人都中槍 可是蔡英文的身世已經下跌 他是不是能夠再起 就看蔡英文再怎麼出招 我首先先請柯文哲閉嘴 柯文哲是 我說實在話 同樣北高市長 對中國的態度 韓國瑜疾病跟我完全立場不同 不過我認為 在我的眼中的韓國瑜 在中國政策上面 他是真小人 柯文哲是偽君子 所以偽君子先閉嘴 兩個原因 柯文哲自稱墨綠的出身 他是獲得綠色跟中間選民 年輕朋友支持上來的 我認為他不應該沒有台灣意識 國家觀念 第二點 不在其位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柯文哲 你先把首都台北市治理好 這才是你分內的工作 他不要撈過界 中國政策兩岸問題 不干你台北市長的事情 柯文哲閃邊去閉嘴 第二點 你這樣子會讓他想要參選2020 他家的事 他的權利 我再一次講 柯文哲一定會選 但是柯文哲一定選不上 慧林剛剛講說 美國人可不可信 說實在話我們都不曉得 但是我倒是先跟你探討一下說 那中國可不可信 我拿蔣經國先生 他在1979年講了一段話 蔣經國先生說 他說中共不守信用 任何期待中共 說在台灣跟中國大陸 統一之後 中國還能讓台灣保留 獨自的社會經濟制度 他說這是一種奢望 他說大家不要 他說這是一個不屆實際的想法 他說中共是不講信用的 蔣經國反對一國兩制 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 他講很清楚 大家都知道蔣經國反對一國兩制 所以蔣經國很清楚 他已經跟我們講 另外還有大家不要忘了 我們台灣經濟這70年來 發展經濟成果發展最強的時候 不是在我們跟中共好的時候 是在跟中共還對立的情況下 我們台灣的經濟發展率最高 再來其次 我講一下九二共識 為什麼這個我們不要再自欺欺了 過去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欺騙我們就算了 我拿中共講的話好不好 中共1999年他們國務院 1999年國務院他們就講了 中共他講很清楚 他這一段講 他說台灣當局不敢公然 完全的放棄一個中國原則 只能借助於歪曲的兩會共識 謊稱兩會達成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共識 甚至說成是一個中國含義各自表述 當時所謂台灣當局是指誰 就是國民黨執政 國民黨在糊弄 共產黨都不承認的東西 我們來糊弄台灣人 他還講 海協會 他還講當年國務院 海協會堅決反對台灣當局 就是說當時國民黨的執政 把兩會共識歪曲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很清楚 然後他還講一句最難聽的話 這句是難聽到一個經典 他說國民黨當局這樣子做 他說充其量 不過是一種掛羊頭賣狗肉的拙劣表演 是欺騙台灣人民和國際社會的一種騙數 也就是九二共識 在中國來講 他說這是掛羊頭賣狗肉 是欺騙台灣人民和國際社會的一種騙數 這國務院就講了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把中共 跟我們台灣多數人都不接受的東西 還要繼續糊弄我們台灣人說有九二共識 還有柯文哲 他問的這些問題 他是代替中共來問台灣 他沒有這個資格 我覺得台灣人要怎麼答覆很清楚了 小英總統已經答覆得很清楚 已經答覆得很清楚 我們拒絕一個中國跟一國兩制 就是這麼清楚 所以他也拒絕我們中華民國憲法嗎 然後大家就是看著辦 我們有依然拒絕一國兩制 台灣就不能活嗎 台灣是要考好 我跟你講一國兩制不是新東西 我們才能落活到現在嗎 一國兩制不是新東西 一國兩制從1982年到現在 已經很長一段期間 沒錯 可是他是講香港 台灣都在 因為台灣活得也很好 他講一國兩制是講香港 跟我們台灣全家無關 台灣跟香港在國際的定位 在國家主權上是截然不同的 香港九龍是關給英國99年 台灣是當時被 中國永久放棄的國家 你都很清楚 你剛剛唸的蔣經國那一段 就是蔣經國在回應一國兩制的問題 所以不是只有在講香港 從蔣經國時代 就已經在回應 台灣一國兩制的相關 所以不是只有在講香港 不過我們要有建設性 還是這個問題 如果說不要九二共識的話 現在兩岸之間的關係 要用什麼方式 進行互動跟交流 建設性的建議 我再講一次 我認為建設性的想法 不是單方面由我們台灣提出 因為台灣相對於中國 我們是小 他們是大 國力 我們是弱 他們是強 小的 弱的 在跟大的 強的對峙的時候 我們小的 弱的這一方 我們不能先讓步 為什麼 小的一方先讓步就是投降了 他大的一方還可以讓步 他還可以說 他還可以說我讓步 是我風度好 我有氣度 有風度 氣度 可是小的讓步就是投降了 所以我們是退遲一步 絕無實所 這句話也是兩個蔣總統都講過的 司機議員就查你剛剛那篇文章 1999年這篇文章裡面 中共是完全不接受九二共識 完全不接受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但在2015年以後 開始接受了九二共識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講法 而且2008年 美國跟胡錦濤跟馬英九這邊 電話confirm了 就是說你們大家願意 一九二共識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來恢復談判 這個到底是我們讓步了 還是大陸讓步了 我很想知道你的答案 司剛 我引清據點拿出實際的 他說你拿的是1999年 1999年 你要拿出實際的憑證好不好 你不能說誰跟誰打個電話 每一天我們台灣上Coco 幾幾通電話在打 你不能講那個空的 我拿出實際的憑證 空口說白話 2005年有那一通電話的 有了 你要拿出來 我把他扣給你 這個真的有 真的有這電話 有些東西 Google一下就有的 就是再要人家拿證據 就是秀自己的無知 我覺得有一個部分 是一代人做一代事 你不要打岔 請不要打岔 你就好幾次 對國家的領導人小英總總 你用那種明領中的方式 請不要打動我 男子和大丈夫不要這個樣子 我覺得王議員對於馬英九 以及對國民黨很多人 然後也都還免禮藏針 首先我們認為 針對於很多的證據也好 跟說法資料也好 一代人應該是做一代的事情 那個年代有 他們那個年代的時空背景 因為就像現在還有很多 比如說 我也不講名字 民進黨議員的父親 其實是共產黨員 那麼這就是一個 時代背景的局限 難道我們現在要去指的 民進黨的議員去罵他嗎 這其實也都沒什麼道理 那麼因為如果真的要談 時空環境不一樣的話 那麼蔡英文他早期也說過 未來一中就是台灣人民的選擇 蔡英文在當陸委會主委的時候 也說過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那一中就是中華民國 都有說過這樣的話 所以要道歉 民進黨應該先道歉 因為蔣經國至少他已經往生了 他沒有辦法到現在做評論 但蔡英文是在現代的 他應該對他過去的表述 做出一個表態 不論是道歉也好 或者是什麼樣的說法 那麼再來就是 九二年的這些文章是怎麼樣 其實真的不重要 為什麼 因為從05年以後 兩岸的關係跟九二年的談法 一點關係都沒有了 你談九幾年的那些文件 可是在2014年 從2008年馬英九開始 兩岸就是一個新的局面了 正因為有過去八年以來的 九二共識的基礎 所以才會有後來的馬錫會 那在那場會面當中 習近平給馬英九也是秀出了 中華民國的國旗跟國徽 讓馬英九講出了中華民國 大陸有沒有打壓 大陸有打壓的能力 但大陸卻沒有打壓 好 那麼剛才王議員又說 一國兩制是香港 跟台灣沒有關係 既然沒有關係 可見得民進黨自己都知道 他是在欺騙人民 因為民進黨是告訴大家 一國九二共識等於一國兩制 等於失去民主自由 但如果這個等號真的成立的話 那麼難道馬英九八年接受九二共識 台灣是沒有民主自由的嗎 當然不是 如果馬英九接受九二共識 叫做失去民主自由 那麼我們怎麼還選出蔡英文 讓他現在來這邊執政呢 好 那麼當然我要到現在來講 就是在這個階段 我們重新去討論跟澄清 九二共識的內涵 充其量我們也只能夠證明 民進黨說謊 但是對整個兩岸的大局跟大事 其實沒有太大的意義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追問說 民進黨必須要提出替代方案 其實現在很多台灣年輕人已經忘記了 為什麼我們會需要九二共識 是因為兩岸的官方 需要有溝通的機制 到目前為止 所有的東西大陸都是已讀不回 所有正式的交流跟溝通 通通都是中斷的 而我們也擔心這樣的一個冷戰 還會再繼續的持續 包括大陸他可能 我們台灣對於大陸的貿易戰爭 以出口出口就佔了四成 會不會在其他經貿上面 大陸還會有其他對台灣的不利 或者是繼續壓縮台灣人 在國際上的空間 這些都是因為不承認九二公式 而帶來的壞處 最後都會影響到台灣人民 所以不能夠單純 只是向民進黨講說 我們就等著辦就看著辦 但是在你說看著辦的 這句話的同時 台灣人的權益 很有可能會持續的受損 民進黨告訴大家 我們一定要團結一致對外 但是從來沒有告訴大家 對外之後 然後要做什麼東西 是要打一架嗎 如果打也打不過的話 是不是還是必須要回歸到談判桌上來談 然而到目前為止 真正必須要面臨的是 當大陸習近平拋球 說我們來談一談 兩制的台灣方案 這個時候 國民兩黨如果完全都不回應 其實有點可惜 因為畢竟會有台灣人覺得 我們應該要在不放棄民主自由這個前提之下 我們還是要往前踏進一小步 不會那麼的躁進 但是我們必須要溫和的去踏出這一步 我潛艦提出三個步驟 兩岸和平步驟 第一個是在野黨必須先提出 台灣方案的論述 論述內容之後再提 然後我們到大陸去跟大陸來進行溝通 確認大陸覺得這個方案是可行的 沒有簽署任何的文件 這只是一個簡單的會談 覺得這個方案是OK的 然後在野黨的這個台灣方案 在台灣拿來當成2020年總統大選的政見 供人民投票決定 是完全符合民主自由的讓台灣人決定 如果這個時候投票政見OK了 選上了 當選之後 那麼就政府對政府 對大陸來簽署和平協議 逐步落實台灣方案的內容 這樣的一個整個條件三個步驟 其實第一個 它符合蔡英文講的四個必須 也符合習近平所說的 這整個的方案治理 那麼對於什麼是台灣方案 我認為基本上可以分成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就是不要再講什麼九二 什麼各表同表 因為其實大家也聽不太懂 講最簡單的 就是我們承認是中國人 承認是中國人 基本上兩岸我們就可以有 各式各樣的一個交往往來跟互動 然後台灣人當前的這些權益 基本的選舉權 言論自由權等等的權利 必須要能夠受到保障 因為我們必須鄭重的告訴台灣的朋友 大陸從來沒有說過 要剝奪台灣人的選舉自由跟財產權 這是民進黨不斷的 再去造謠跟恐嚇的 確保這個前提之後 到了未來 如果我們想要進入到第二階段 一樣我們必須是透過總統大選 或者是公投的方式來加以確立 那就是兩岸未來 不論國旗國號或一個什麼樣的制度 只要保障台灣這邊 是能夠持續擁有選舉權 民主權 自由權 各式各樣權利的時候 兩岸我相信 共同創造中國人的最大福祉 這其實是一個長期的方案 而在每一個階段過程當中 只要能夠確保台灣人的投票權 是存在的 我認為這才是確實符合台灣人的利益 也是符合兩岸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 韓國瑜或是柯文哲 我覺得他們都看到問題的一個焦點了 因為韓國瑜看到就是說 你不要九二共識 就是未來兩岸之間到底該怎麼走 要怎麼走 那很混亂 該怎麼辦 不可測性太高了 那該怎麼下去 台灣人民會恐慌 會焦慮 兩岸之間的情況 那麼區域間的國家 或者是全球來講 包括美國在內 他會覺得你不要九二共識 那未來要怎麼走下去 我覺得韓國瑜把問題看對了 而且看得很準的 也就是說 這是一個未來兩岸之間該怎麼走 其實柯文哲也看得很對 就是你不要九二共識 你不要兩岸一家親 你提出你的方案 如果你提的方案裡面是有很明顯的 台獨色彩 你就好好準備經濟跟國防的問題 也就是說可能兩岸之間的經濟 會面臨非常嚴肅的考驗 也就是說我們目前台灣每一年跟中國大陸 每一年的兩岸的貿易額 現在今年突破2000億美元了 我們每年的順差大概六七百億 而我們對日本的逆差是300多億 200億到300億左右 所以等於是你沒有這樣的一個 2000億美元的貿易 你少了700多億美元的順差 你幾年以後台灣的外匯就用光了 一毛錢不剩 而且還倒貼 這樣的情形承受了承受不了 第二個那就是國防的問題 你的軍力未來兵戎相見的時候 台灣能不能守得住 這是一個很嚴酷的 而且很殘酷的事實 只是柯文哲沒有把它講白而已 只是點到為止 就是說點到你的經濟 國防 你要給他準備 我覺得兩個人 都把問題的核心都挑出來 我先回應一下 這個事件剛剛提到的 他把我們尊敬的蔣經國提出來了 我對蔣經國確實很尊敬 因為我覺得他是一個 了不起的政治人物 他對台灣的貢獻太大了 蔣經國當時提出他的主張 是因為1979年的時候 我們一直在強調 那麼大陸推出第一份的 告台灣同胞書的這個時候 也就是經濟改革開放 鄧小平主政的時期 對台灣提出 告台灣同胞書的時候 這個裡面有提到 一國兩制的問題 蔣經國回應了 蔣經國的回應裡面是主張 要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所以組建的一個 三民主義大同盟 主張的就是一國一制 所以鄧小平主張一國兩制 蔣經國主張一國一制 核心在哪裡 核心在一國 也就是說台灣跟大陸 都是主張一國 也就是說我們都是一個中國而已 我覺得這個才是核心精神 不要再去把它扯到別的 核心精神就是蔣經國 鄧小平都主張一國 兩岸都是一國 兩岸同屬於一個中國 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 我們在爭的是我們代表中國 中國大陸在爭的是他們代表中國 爭議就在這裡而已 但是我們都主張一國 沒有人主張台灣獨立 當時蔣經國是中華民國總統 九二共識的問題剛剛有談到 2005年美國已經要確認 兩岸之間對於九二共識 就是之後的修改的 保存相同的也就是一個中國 那麼對有爭議的擱置這個原則 那麼用九二共識這個名詞 來代替有爭議的這個部分 兩邊同不同意 兩邊都同意 對於美國來講他也同意 所以九二共識是美國也支持 也同意的問題 好 美國的國際的態度也清楚了 他支持九二共識 你今天你蔡英文 你否認九二共識 你不要九二共識 你不要九二共識 你提出來的是台灣共識 其實台灣共識坦白說是什麼 就是台獨議事 台灣共識 因為其實蔡英文已經提出來了 大家就在問說 那你的主張是什麼 其實蔡英文就是說 所以他是有方案的 他有方案 我相信民進黨的選舉 以後有關於兩岸的問題 他就提出台灣共識了 你在問他台灣共識是什麼 就是不要九二共識 就是不要一國兩制 然後這個就是台灣共識 負面表述而已 他永遠是負面表述 你問他一百遍 即使你任何一個候選人問他說 你的台灣共識是什麼 不要九二共識 不要一國兩制 你的台灣共識是什麼 不要九二共識 不要一國兩制 你問他一百遍 他的答案永遠一樣 就是台灣共識 其實台灣共識就是台獨意識 坦白講就是台獨意識 這麼簡單 為什麼不把台灣共識 直接證明就好了 不能講台獨意識 不能講台灣獨立 因為這個開玩笑 一講的話 美國跟你翻臉 全世界跟你翻臉 這個時候他就嚇到了 所以他絕對不會把台灣獨立 台獨意識講出來 他一定會用台灣共識 跟你講一百遍 你怎麼逼他 你怎麼引誘他 你怎麼誘導他 他一定會跟你講台灣共識 就是不要九二共識 不要一國兩制 他會跟你講 講到死 他還是跟你講 講完了以後 那你台灣共識是什麼 就是不要九二共識 不要一國兩制 我已經累死了 但是台灣的民眾也會累死 但是蔡英文絕對不會累 因為他這個策略 就跟他當初講這個維持現狀一樣 你不管你朱立倫怎麼逼他 媒體怎麼逼他 記怎麼逼他 任何人怎麼逼他 維持現狀 講到死還是維持現狀 他永遠還是會繼續玩這套 可是過去維持現狀 兩岸可以有一個互動基礎 雖然沒有人知道 那個互動基礎是什麼 但是現在台灣共識 兩岸沒有互動基礎 這個怎麼變成他兩岸的政見 他不要了 他只要選上 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的危險 是他只要選上 但是大陸不會接受你的 所謂的台灣共識 台灣共識 其實我們很清楚知道 就是台獨意識 這樣的情形下的時候 兩岸的友善的態度 友善的互動的方式 就是韓國瑜所提出來的 我們的互動方式 互動基礎破壞掉了 其實九二共識 用更簡單的講 就是一家人共識 就是兩岸同屬於一家人 一家親 就是兩岸一家親 就是一家人 兩岸共識 九二共識 就是一家人共識 既然是一家人共識 都是一家人 就是一家親 一家親 我們的互動基礎 就是友善的 我對你有善 你對我有善 我們彼此之間都有善 台灣跟大陸 彼此之間都有善 因為我們是一家人 我們都是中國人 都是中國人 就是一家人 一家人當一家親 九二共識 就是一家人的共識 這樣的情形下 彼此之間友善的互動 經濟方面友善 文化交流友善 社會交流友善 軍事也可以很友善 這樣的情形下 對台灣哪裡不好好 對大陸哪裡不好好 這麼好的東西 為什麼要把它丟掉 為什麼要把它拋棄 拋棄那就是心裡有鬼 有鬼胎 有鬼胎又不敢明講 然後就是長東長西 長來長去 要包裝化妝一堆 什麼台灣共識 就是台獨共識 講白了 蔡英文有勇氣一點 站出來 所以世間台灣共識 就是台獨共識嗎 賴教授實在是學富5G 他真的是口才便急 滔滔不絕 我還是講 那就是說 江水滔滔 卻混濁而不清 因為太混濁 我只講兩點 台獨共識 你這個也滿免理真的 我只講兩點 第一點就是說 其實生意貿易的往來 任何國家之間 任何實體之間 貿易往來生意的 往來是互利的 絕對不能說 是中國好像他施捨我們的 我們有貿易的利差 三四百億 這好像他讓於我們的 改天他隨時可以收回 不是賺他那些錢 我們跟他有 六七百億美金的貿易額 我們台灣有一定的貢獻 我們的創建 我們的智慧 我們的勞力 這是台灣的創建 台灣的技術 這第一點 任何國家都不應該這樣 如果中共要貿然 取消這五六百億 台灣跟中國的貿易往來 兩千億 兩千億 你又感覺他股油貿然 進行關稅幣的事情嗎 我說利益 他說讓我們賺五六百億 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要去取消 中國也有一定的損失 他有一定的看法 要不然他早就取消了 所以第一點 互相 這是一種互相 任何國家之間的貿易 生意往來都是互相 都是交流的 所以不要講這樣子的話 第二點 你講的 中國的一家人的那種看法 是恐怖情人的看法 我不想跟你 我們大家 關係還要釐清的時候 你就硬要說 我們是一家人 要不然你要動武 這跟恐怖情人什麼不一樣 大家是不是能成為一家人 這個是要靠情感的培養 要心靈契合 對 要心靈契合 要互相願意的 我講過 中國的定義太大 歷史的中國 地理的中國 文化的中國 太大了 還有政治的中國 歷史 文化 血緣上 我們承認 我們有相當大一部分 來自中國 這是事實 跟日本一樣 日本也有很多的文化 來自中國 全世界很多國家 南洋國家很多文化來自華人 這個都沒有錯 可是政治上 南洋的國家也好 台灣也罷 我們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不是這樣嗎 你接受 中國現在的政治經濟制度嗎 你接受那樣子 高壓威權的生活嗎 台灣不能保有 我們自己奮鬥幾十年 甚至幾百年來台灣的命運 好不容易達到今天 這是靠我們台灣人 好幾時代 下來我們共同努力的成果 我們要放棄嗎 就像我們也承認過 以前那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有沒有一直不貿易 也是強加把我們自己想的 要強加中國 結果因為越來越發現不可能 2300萬人怎麼有辦法 有力量把三民主義 什麼給13億人 強加到13億人身上 那是天方夜談 任何國家任何民族 都不應該把自己 想的理想的價值 強助於說別人 你一定要這麼做 中國那一天習近平的談話 他講得很清楚 第一個 他不但不放棄武力 第二個 他還講了時間表 我請問 這跟恐怖情人 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不想跟你成為一家人 要不要成為一家人 2300萬人自己來決定 你怎麼可以說 棍子 刀子藏在後面 問你要不要是一家人 你蘿蔔跟棍子一起擺的時候 台灣人是不吃這一套的 好 我這兩個部分回應 第一個部分是我覺得 果然顯示民進黨的天真 認為生意歸生意 生意歸生意 但是政府跟政府之間的態度 會影響生意 如果真的民進黨對大陸不爽 大陸也要覺得不爽的話 那麼完全可以比照貿易戰模式 對台灣所有的貿易加徵關稅 這就是民進黨所說的 生意歸生意 政府已經做給大家看 對不對 好 所以目前為什麼沒有這麼做 就是因為大陸對台灣人 覺得還有善意 所以我們應該要維持這份善意 加強這份善意 而不是覺得民進黨 而不是像民進黨覺得 沒關係 政治鬧翻了 但你應該要繼續跟我做生意 這是不可能的 第二個部分 民進黨剛剛講說 大陸是 我們不應該把想法強加在別人身上 那麼民進黨蔡英文 憑什麼把他的想法強加在台灣人身上 他今天完全拒絕九二共識 他今天所有談話的內容 有先到台灣人民來投票嗎 沒有 但是公投的結果 卻是告訴大家 我們是反對證明這件事情 基本上人民接受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這個立場 這是很鮮明的人民來決定 而且就算是王議員 所堅持的種種事件 我們都不要談現在的事情 我們拿1997年 鄧小平所講的一國兩制的內容 也都符合王議員的要求 是不是 所以充分證明 其實民進黨很多人 他在反對事情的時候 他對於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 其實並沒有很深入的了解 必須要多加油